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在做什么? 我在盖房子 为什么要帮鸟盖房子? 因为像今天封城的鸟有可能会被吹死 那鸟有几只? 鸟一共有三只 不过有一只绕口 那鸟是从哪里来的? 鸟是从我们是从树上看到它掉下来 所以我们才养它 那照顾几天呢? 大概两天 那要怎么帮鸟盖房子? 首先拿一个鸟包 然后再做出一个门的形状 再贴上一点装饰 这样就可以了 那鸟的名字叫什么? 鸟一支叫BB 一支叫小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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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鸟 请你让我们看鸟 這隻是什麼名字? 這隻叫小BB 為什麼牠會叫小BB? 因為牠很愛跑 那牠住在什麼地方啊? 牠住在一個洞穴 洞穴在哪裡呢? 洞穴在哪裡? 牠在這裡 超噁心的 等一下 你說牠現在怎麼了? 牠死了 那你可以介紹一下牠的房子在什麼地方嗎? 牠的房子在這裡 在這裡 你是說蓋起來的這個地方? 對 牠要怎麼住進去? 你要不要示範一下 裡面有些鳥 裡面已經住一隻鳥了 那你要不要先把那隻拉屎的小鳥 先放進牠的家裡面去 好 好 謝謝你們跟鏡頭打算招呼吧 Hi